大家好,其實每一次星夢傳奇,我知道觀眾都應該很緊張 不知道哪個參賽者今次發揮得好不好呢? 會否失準呢?會否超越了以前的表現呢?等等 其實我們作為評判都很緊張他們 最主要是希望他們透過這個過程可以學習 我們希望聽完大家評審的意見之後可以進步 不過這個節目因為有時我們要緊湊 不是每一次每一個評判的所有評語都會能夠 大家會看到聽到,因為都會經過一些展示 因為時間所限等等 所以有時都希望在這裡可以補充一些東西 但是當然觀眾可以明白到其實我們評委 Exactly 想表達些什麼 尤其今次Gigi和Windy大家都唱了《沒有你還是愛你》這首歌 真的有一個好像用同一首歌去比試到底大家的實力 可惜是因為時間問題 我說給他們兩個的評語都展進不了這一集裡面 但是我都希望我看到的東西,我聽到的東西 想一些觀眾可以藉著我的見解去明白一件事 因為尤其如果有很多真的想追夢的朋友 可能在未來日子會參加這個比賽 或者是能夠真的做到一個成功的歌手 其實我覺得這一個比試 有些東西大家是真的要去留意一下 去明白他們兩個的分別在哪裡 就會知道其實到底做一個成功的歌手是需要 叫做什麼需要的 所以我當時說的評語主要就是 想在這裡分享 就是Windy其實她唱的《沒有你還是愛你》 是唱得不錯 因為大家知道她是一定的功底 她對於她的Focal Control 其實一直都做得不錯 其實很多有評判Focus 其實是她的Key站得太高 或者是她的聲線也是欠缺了少少少的Chess Voice 這個是她唱狼曲的一個比較致命的地方 這個全部都是絕對是事實 我也都有這樣提到 不過有一點是我覺得很值得去留意的就是 Windy唱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她仍然是…她是有感情 不過她仍然是活了在一種林憶蓮這個版本的… 情感底下裡面的一個… 複製了那件事 其實都是一個我會叫做 Second Hand Emotion 而… 你就是這樣從一個欣賞角度OK的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能夠成為擁有自己… 你作為一個真正的藝人 擁有自己的Fan Base的時候 是欠缺了一種我會叫做 First Hand Emotion 變成一首歌呢… 都是你是翻唱的一首歌 而沒有了一種自己的情感… 第一首的情感在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都會問到底這個藝人你是誰呢? 透過在舞台上,無論是聲線的表達,感情的表達,風格的傳遞 我們會得到一個答案,就是這個藝人是誰? 不是你的名字是甚麼,而是到底你是甚麼? Who are you? 而在這個藝人裡面,Windy是無法發揮的 所以這個問號一直無法解決這個問號 當Gigi出來唱這首歌的時候,我一邊聽,我一邊聽,我一邊聽 我一邊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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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邊聽 我一邊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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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邊聽 因為她解決了我這個答案,我開始感覺到,誰是Gigi,誰是賢明熙 她透過她第一首的情感,First Hand Emotion 她是完全是用自己的情感去表達這首歌 而這首歌是結果就好像是黑勤那樣說 是變了一首屬於她自己的歌,而不是林憶蓮的歌 所以你當一首新歌這樣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首是一首屬於葉明熙自己的歌 而她很真實拿出來的那種是 加上她還有一種叫創意 因為唱歌本身就是一個創作 不只是作曲 所以她有她的創意 所以她有她的創意 變成她的表現 她的表現 是屬於她自己的 第一次的情感 而這件事我們就開始感覺到 誰是葉明熙 而這個問號 解決之後 她真的可以成為一個獨多一面的藝人 而可能是之後的人去模仿她 也不奇怪 因為這件事是unique的 而在這件事得到答案之後 我就知道 她在這個舞台上面 她取得第一個真正的成功 告訴給觀眾聽 到底誰是葉明熙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即是說以後她唱每一首歌 她都可以有了自己的方向 去帶領著觀眾 帶領著市場 去告訴市場 到底我是 作為一個歌手的價值在哪裏 而她亦都讓我們知道 她是真正屬於舞台 這件事是很值錢 很珍貴 所以我亦都覺得 她這個表演是整個show裡面 這麼多集最好的一個表演 即是 跟所有學員去比較 這個是 整個show 所以 這件事是很值得大家去明白去學習 作為一個真正的藝人 這件事是不少得的 我亦都覺得不是純粹是一個歌唱比賽 而是 這是一個 真是尋找一個superstar的比賽 作為一個真正的superstar 是要有這件事 你的identity 是什麼 無論在你的形象 風格 歌唱 感情方面 你如何去deliver自己 去演繹自己 去表達自己 全部是一個package 你是給到觀眾是什麼 而建立了一個真正的connection 而這個connection 是非常之重要的 每一個成功的藝人 都一定要跟觀眾 建立了一個connection 如果你純粹因為唱得好 未必建立到一個connection 所以這件事是 那天Gigi是很成功的 亦都令到我很開心 這件事 亦都證明了 他在未來的集數 他證明了 他證明了給我們看 他是有這一種的first hand的情感 以及是一種 他的identity 不是copy 誰是誰 這件事是很值錢 他現在還很年輕 很小 十六歲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 將會發展得很全面 我想大家會看到他如何發光 無論如何 其實其他有時有些comment 因為是經過剪輯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我只是criticize 誰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我希望大家明白的 就是 每一個有問題的表演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尤其是一些策略上的問題 好像之前我說 他們四個女生是A for Blackpink 其實我也有 舉了例 他們要唱 其實如果唱Ice Cream 或者是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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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 我也都解釋了 不過也是因為經過剪輯 沒有出來 其實為什麼唱這首歌 How You Like That 是一個問題 我們也都 既然講開順帶一題 How You Like That 是Blackpink 比較近期的一首作品 而且是他們不斷突破自己 要去做的一首歌 所以他們在這首歌裡面 其實整體對於藝術的提升 這首歌的 無論曲風 創作 演繹 全部都不是 Blackpink 再早期一些 一些這麼簡單的作品 而他們如果要去駕馭這首歌 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也講到說 有一個說 你唱一拍子就可以的 有一個態度在裡面 其實我是在講 他在唱 Look at You Look at Me 那一句為主 不過當然其他也是 他們沒有這種態度的時候 他們是處理不了這首歌的 所以為什麼如果他們唱 Ice Cream 甚至Bumbaya 都可以 我給了一些實際的意見 他們怎樣去處理他們的策略 Anyway 今次Blue Team 無論在他們的策略上 培育 這個學員上面都做得很好 他們 展示給大家看 哪裏跌下 哪裏起身 絕對是可以的 今次Blue Team 大獲全勝 我相信 完全是有目共睹 但是我希望如果真是有心追夢的朋友 有心希望在未來日子 參加各類不同的選擇比賽的朋友 其實要明白到 作為一個成功的藝人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唱好一首歌 除了背後有很多學問之外 其實就是 你真是怎樣 建立到你的ID 怎樣建立到你的品牌 怎樣跟觀眾 聽眾 建立到一個真正的connection 而這個connection 是無價的 如果這個connection 建立不到的話 你唱到色飛 你也是不會成功的 那這件事 是最重要的一個訊息 想送給大家 而希望 當然 聲望的學員 在未來的 我們已經去到節目 去到閉化階段 在未來的集數 希望他們 可以真的發揮到這一方面的 水平和精神 那這個節目 就會不得了 也有其他學員 我也很看好 那麼 密切期待 接下來的 星夢傳奇 拜拜 拜拜